標靶沒有一個靶地物 我們不想要射向什麼地方 就像在航海也是如此 在海面上航海 如果沒有目標 沒有方向 縱使海面上刮的是什麼風 它都不會是順風 雖然說這個風向不是我們要的 可是我知道我的方向在哪裡 只要怎樣 調整風帆 自然就能夠朝我們的方向 移動 邁進 所以目標非常的重要 就像說 其實當我們在規劃 人生長講 我們每個人就要做生涯規劃 有沒有 我們會不會去規劃我們的人生 將來該怎麼走 我幾歲要結婚 幾歲要能夠成家立業 幾歲能夠完成我這一輩子的事情 所以都會去一個階段 一個階段 一個階段 慢慢地去規劃我們的人生目標 就像在蓋房子也是如此啊 蓋房子也是要循序漸進 剛開始是要怎麼樣 先要繪製藍圖對不對 要先繪製藍圖 藍圖繪製好之後就按圖施工 這個地基要挖多深 然後線路該怎麼走 現在人在蓋房子一定會把圖先畫好 然後才開始按圖施工 不會像以前啊 房子蓋好之後呢總不可能在裡面都是管路線路吧 都一定在管路間當中啊 所以呢就要按圖施工 如果呢一個不小心呢 這邊呢這個施工呢怎樣 錯誤了沒有按照圖面下去做的話呢 就很容易怎樣產生問題 就像說啊當時台灣呢在發生九二一地震的時候呢 有一些建築物呢就是因為怎樣 沒有按圖施工啊 然後地基呢扎得不夠深 鋼筋呢用得不夠粗 結果呢就造成很大的那種災害 所以說立定目標非常的重要 就像說當人啊去種植一些花草草草啊 種植植物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當我們在種植的過程當中 能夠得到那種滿足感 為什麼會得到滿足感 它就像我們的小孩一樣 從一顆種子開始 墊到土裡面當中 你會不會去照顧它 會不會去澆水 會去灌溉 會去施肥 當這個小種子開始發芽 哇就特別的興奮 特別的快樂 然後呢這個小樹苗呢 開始漸漸的漸漸的漸漸的茁壯 長成像大樹一樣的時候 就會開花 就會結果 那個時候呢就像說 我們一件怎樣 一個果實收成啊 就像說我們的成功一樣 所以種植每一件東西呢 都會讓我們快樂 因為在當中 你就可以得到成果 得到成效 那個種子就是我們的目標 就是我們的方向 所以說呢 當我們呢 要去完成一件事情的時候 最好的方式就是怎樣 找出你的熱愛 我們要做工作也是一樣 要去學習一樣東西也是如此 找出你的熱愛 這樣子你要去做 就很容易怎樣 去完成它 就很容易完成它 所以呢 目標也是讓我們能夠 循序漸進的方式啊 可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啊 所以能夠相信自己 立定一個目標 再來呢 要達到成功的這條路上 需不需要工具 需不需要工具 很重要的就是要怎樣 要建立我們的信心啊 因為這個工具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信心 你的信心如果不足的話 剛剛我們在講 要完成一件事情的時候呢 很容易遇到挫折 遇到阻礙 遇到挫折 遇到阻礙 那信心呢 就是讓我們能夠跨越阻礙 超越挫折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式 就像說 其實每一件事情完成呢 凡事呢 不妨怎麼樣 從小事做起啊 就像我們有沒有去過海洋公園 去看那個海豚的表演 哇 那個海豚呢 真是厲害啊 那曾經有人就去訪問啊 訓授師啊 其實這個海豚啊 海豚它要怎麼訓練 才有辦法怎樣 這麼聽你的話 能夠這樣子做 這麼高難度的動作 那訓授師就講啊 其實很簡單 剛開始呢 就讓海豚可以聽你的口令 聽你的口令 叫它前進 它就前進 叫它後退 它就後退 然後呢 你看喔 當那個訓授師叫這個海豚 完成動作之後 會給它一個東西 就是給它小魚吃 這是什麼 賞釋 賞釋啊 所以當我們周鴻校長 他也提出賞釋教育 其實不是動物要賞釋 人需不需要賞釋 人也需要賞釋 所以這個就是在怎樣 培養建立我們的信心 所以凡事從小事情做起 凡事從小事情做起 其實人最大的敵人是誰 就是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那個恐懼的心啊 我們都會恐懼 會去害怕 會去害怕 其實挫折呢 它也是讓我們能夠增進 能夠讓我們能夠成長一個很好的一個 一個因子啊 就比方說 假如說我們今天 對英語不熟悉 如果去到國外去了 國外去的時候呢 你就會變成什麼呢 第一個會變成 那個蝦子 因為看不懂英文字 然後第二個呢 變成籠子 聽不懂人家講什麼 第三個變成啞巴 因為你不會說 所以去了一趟美國 去了一趟國外之後呢 你才會知道自己的不足 然後回來之後怎麼樣 就會下定學心 想要去怎樣 學習 好好的把這個英文 把這個美語把它學好 所以挫折其實有時候 它也是一種鼓勵的方式 能夠讓我們怎樣 讓我們能夠更精進 就看我們怎麼樣去看待 這個挫折這件事情 就好比說呢 當我們在設立一個目標 當我們再去看到 人家為什麼會去成功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去 引起那種羨慕 有時候會引起酸葡萄 會酸葡萄 就好比說 我們當看到一棵大樹啊 一棵大樹呢 它要把它移動了之後呢 你看到那個工人都會怎麼做 把那個大樹 是不是要把那個樹枝樹葉怎樣 會去結掉對不對 為什麼要把樹枝樹葉結掉 因為這棵大樹在移動的過程當中 很容易就水分養分就會流失掉了 那流失掉這棵大樹 在移到另外一個地方的時候 這棵樹會不會活 一定活不了的 所以說一定要把那些樹枝樹葉都減掉 然後呢 移到另外一個地方的時候呢 它就會怎樣 會再落地 會再生根 然後慢慢的枝葉茂密 又會去完成 它這棵大樹它的使命 讓人能夠來乘涼 能夠來乘涼 那去減去掉這些樹枝樹葉 會不會痛 會痛 它就像我們的挫折一樣 可是不這麼做呢 這棵樹活不活得了 它活不了 也就好比說 當我們在吃維他命玩一樣 我們有沒有吃過那個維他命 像那個B群啊 那個好不好吃 不好吃 而且很臭對不對 可是呢 吃下去有沒有用 有它的作用 能夠怎樣 讓我們的身體有所影響 有所影響 所以 如何我們看待這個挫折 就要用正向的方式啊 用正向的方式 其實呢 很多個 很多種 像 珍珠 當我們再去看一顆珍珠 它那麼的漂亮 它是怎麼樣形成的 我們知道嗎 有沒有去過海南 看過人家那個養豬人家 哇 他們要養一顆珍珠呢 它首先就要去選一顆母背 這顆母背 一定要很健康 然後呢 在母背當中植入一顆種株 植入進去之後呢 因為那個母背呢 有東西啊 跑進去它的棒裡面之後 會怎樣 就像我們的眼睛 如果有沙子啊 小石頭 飛進去的時候 是不是會怎樣 會痛啊 會痛呢 我們就趕快去找 那個眼科醫生啊 趕快要把它沖洗啊 要把它去掉啊 去之了後快 可是這顆棒 它沒有把它去掉 沒有去掉這個障礙 沒有去掉這個義務 而是怎樣 跟它共生 怎麼樣共生呢 它就分泌一種物質 分泌一種物質呢 把那個義務把它包起來 把它包起來 然後日負一日 年負一年 慢慢的 一年 五年 再次